我讀了12年,在小学就读了6年,书院都6年了 刚刚升上来会觉得最不同的就是学习上面 因为学习上面一来就会比较多科目的,上到书院的时候 一开始是有点不习惯的,很幸运,因为我们有些form 1的training camp 那时候有一班师兄,有一班老师,一直陪伴,所以都很快可以度过了中一的不适应那段时间 我最大的挑战就是自律这件事 因为以往小学很多时候都会在家人说,叫你上班,这个时候读书 但是去到中学的时候,至少对于我来说,我家人都未必会再像以往那样 迫你这段时间要做什么,就是要自己去在某段时间要完成什么 或者要自己记得一点,所以这个也是对我来说一个很大的挑战 上到书院的时候,去到高中,其实对我影响得比较大,就是教Camp的老师 陈sir就是,除了在学术上会帮我们之外 他是一个很好的心灵导师 我们高中的时候其实都很大压力,又要读书,又要兼顾很多东西的时候 那时候陈sir其实都很nice 下了堂有什么疑慮,或者有什么想问他意见的 他都会很乐意去解答我们 他沿途上都一直陪伴着我们走这个高中生 其实我很感激有他的陪伴